根据圣经创世纪六章中的记载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 又生女儿的时候 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 就随意挑选 娶来为妻 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 后来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 那就是上古鹦鹉有名的人 这一描述涉及神的儿子们 历代解经学家认为 这指的是堕落的天使 他们的领导者就是魔鬼撒旦 天使对人类女性的美丽着迷 并选择她们作为妻子 这代表了堕落的灵界生命与世俗 生命之间不恰当的结合 从而引发了道德和伦理上的问题 这也是神决定毁灭 那个世代人类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这个说法最具体的古代文献 当属于挪亚的曾祖父 以诺成书的以诺书记载的最为详尽 以诺书是一部古代犹太文献 不包含在犹太教和主流基督教的圣经正典中 但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东正教中 被认为是正典 以诺书的成书时间 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年到公元前一百年之间 其内容非常丰富 涵盖了天使 审判日 以及一人以诺的天国之旅等主题 该说的作者归因于以诺 他是圣经创世纪中的人物 亚当的第七代后裔 挪亚的曾祖父 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后 为经历死亡就被神带归天家 在基督教神学上被称为被提 在圣经中另外一个被提的人物是大先知以利亚 在基督神学研究中也有以此预表 在末世审判灾难来临之前获之中 有部分基督徒会得到被提的殊荣 以诺书被认为是以诺基于他与天堂的交往所写 但现代学者认为这部作品 更可能是多位作者在不同时间编写的 全书可以分为几个部分 主要内容包括 一 天使的堕落 描述了两百名天使 称为看守者 看中地上的女人 并与他们结合生下了巨人 这些天使还教授人类战争 无数等知识 导致了世界的堕落和混乱 二 以诺的天界之旅 以诺被带到天堂 参观了天堂和地狱 见到了天使和审判 这部分描述了以诺如何得到神的启示 看到了未来的审判和恶者的终结 三 天书记录了天体运动的知识 以及对季节 天象 年份等的解释 反映了古代人对自然界的观察和理解 四 孟一书 以诺通过两个梦幻的世界 预言了从他的曾孙 挪亚时代的洪水 到以色列人最终得救的历史 五 以诺的训诫 包括以诺对他的子孙的道德和宗教训诫 强调公义 竟为神和遵守律法的重要性 虽然以诺书未被包含在犹太教和大多数基督教派的正典中 但其对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深远 特别是在天使学和末世论方面 以诺书中的一些主题和概念在后来的新约圣经和其他犹太教外典中也有所体现 总之 以诺书是一本珍贵的宗教文本 反映了早期犹太教信仰对宇宙 道德和神学的深刻思考 尽管其真实性和权威性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争议 但以诺书仍然是研究古代宗教思想 末世论以及天使学的重要资源 感谢观看